想想听到这首号 我想听你寻一首号 I played the trumpet many many years ago And so I will play a song that I memorized when I was 14 years old 我想问一下 最后最后那个 是什么意思 没拿点 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词要形容 八点会是什么词 我喜欢这个词来形容你吗 不是我们觉得你很完美 我们都觉得你很完美 我发现我发现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应该是一种比喻 其实有点点点点点 人们在美国当时 我小时候叫我小小小小小 我看起来小小小小小 他自己还去捏 可爱啊 其实我们说他完美 还因为他的脾气 因为他本身打很好的球 但是在球场上从来不跟人发火 不埋怨任何的球员 而且有记者说 最爱采访的就是巴蒂尔 因为他太聪明了 他会给你所有你想要的东西 每一次做完巴蒂尔的采访 在几个小时之后 他说的话就绝对可以上头条 因为他能够非常准确的给你你要的信息 所以问的问题都能够准确的回答 而且绝对不拖泥带水 绝对会给你一个非常漂亮的答案 所以很多人都非常的爱巴蒂尔 像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好爸爸好丈夫 球场上的好队员 然后又好打交道 现在快乐大屏舞台上一个这么配合的这么一个国际巨星 对 难道不能用perfect来形容吗 当然必须的perfect 那吴熙你告诉大家 娜娜今天看的第一眼看到这个词 哎呀 哎呀 我们在踩海的时候啊 然后娜娜就把那个翻起来说 哎 吴熙 屁肺是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屁肺 人就是不断学习才进步嘛 你信我恨你 哎呀 哎呀 娜娜娜娜就是听完那个 巴蒂尔唱完New York 然后她就拿到那个台北 然后就说 New York 佳佳 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呢 我说就是纽约啊 哈哈哈哈 这样 为了提高你的英语能力 你跟那个巴蒂尔一起合作来玩一个游戏 叫匕首画脚 太好了 就是就是这样英语可以增长 对 而且我们也看看巴蒂尔这么perfect 这么完美的一个人 他的表现能力是不是很强 好啊